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文德面凤甲里的天凤山下有座建于西罗时期的凤甲寺 府内面唐村西边飞凤山下有座叫梧桐寺的小寺 梧桐寺指至今还留有高丽显宗七年建立的五层石塔 这石塔有着这样的传说 朝鲜时期 温暖的春天 一位住在宝城唐村的农夫去邻村回来的路上 春天来了 身体软绵绵的 在这儿睡一会儿再走吧 农夫靠着五层塔睡着了 梦中他看见村口河川旁边有个黄金蛋闪烁着 诶 这不是黄金蛋吗 还是两个黄金蛋 被尤其真实的梦惊醒的农夫马上跑到河边 喂 喂 农夫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慢慢地走进水里 而且越走越深 喂 你这是做什么 放手 不知姑娘有何伤心事 但生命可贵啊 被农夫说服的女人开始讲起了她的故事 哼 我刚嫁过来 丈夫就死了 我年轻轻就成了寡妇 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农夫救了寡妇 心存感激的寡妇决定以身相许 于是两人便结为了夫妻 但是很多年过去 她们一直没有孩子 我们怎么就没有孩子呢 去祈祷怎么样 我们得以认识 多亏了五层塔 我们去那儿祈祷吧 因丈夫在塔边睡着而成为夫妻的两个人 每天晚上去五层塔诚心祈祷 也许是上天被她们的真诚感动了 女人不久后终于怀孕了 肚子这么大 肯定是将帅之才 哈哈哈哈 如同农夫梦见般 女人生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兄弟 兄弟二人长大后勤练武艺 最后成了大名鼎鼎的将军 五层塔所在地被称为塔谷 旁边的水井称为塔全 五层塔是两层祭坛上建立五层塔身而成的 第二层祭坛的南边还刻着僧侣们的画像 五层塔尔 五层塔尔 高修 六层塔尔 高修